花种的好,可以欣赏,菜种的好,不仅吃上自己种的蜈蚣害蔬菜 脆枝绿叶和硕果累累,也可以成为一道美景 可是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城里人没有大片的土地 怎么种菜呢? 没关系,小小阳台其实也是种菜的好地方 今天小编为您介绍阳台种菜的超实用攻略 赶快收藏 阳台种菜全攻略以阳台种什么菜好 一根据朝向选择蔬菜 阳台种什么菜,一方面要根据个人爱好和需要而定 一方面要考虑自家阳台的环境条件适合哪些蔬菜 一般说来,如果空间允许,大多数蔬菜瓜果都可在阳台上栽种 所谓阳台的环境条件,最主要就是阳台朝向和阳台封闭情况 朝向决定着阳台的光照条件,而阳台封闭情况则决定了阳台的温度条件 全封闭阳台冬季温度也较高,所受温度限制较小,可选择的蔬菜范围也比较广 基本一年四季都可栽种蔬菜 半封闭或未封闭阳台冬季温度较低 一般不易在冬天栽种蔬菜,夏天太阳直射导致温度过高,也要注意遮光保护蔬菜 朝南阳台为全日照阳光充足,通风良好,是最理想的种菜阳台 几乎所有蔬菜都是在全日照条件下生长最好 因此一般蔬菜一年四季均可在朝南的阳台上种植 如黄瓜、苦瓜、番茄、菜豆、金针菜、番杏、芥菜、西葫芦、青椒、莴苒、韭菜等 此外,莲藕、鼻奇、菱角等水生蔬菜也是宜在朝南的阳台种植 冬季朝南阳台大部分地方都能受到阳光直射,再搭起简易保温设备 也可以给冬季生产蔬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朝东、朝西阳台为半日照 是一种植洗光耐阴蔬菜,如洋葱、油麦菜、小油菜、韭菜、丝瓜、香菜、萝卜等 但朝西阳台夏季西晒时温度较高 使某些蔬菜产生日烧、轻者落叶、重者死亡 因此最好在阳台较于载植慢性耐高温的蔬菜 在夏季,对后面楼层反射过来的强光及辐射光也要设法防御 朝北阳台全天几乎没有日照 蔬菜的选择范围最小 应选择耐阴的蔬菜种植,如萝卜、韭菜、卤笋、香椿、蒲公英空心菜、木耳菜等 在夏季 对后面楼层反射过来的强光及辐射光也要设法防御 二哪些蔬菜最是在阳台栽种 周期短的素生蔬菜、小油菜、青蒜、芽苗菜、芥菜、青江菜、油麦菜 收获其长的蔬菜、番茄、辣椒、韭菜、圆衰、香菜、葱等 节省空间的蔬菜,胡萝卜、萝卜、萝卜、葱、姜、香菜 易于栽种的蔬菜,苦瓜、胡萝卜、姜、葱、生菜、小白菜 不易生虫子的蔬菜,葱、韭菜、番薯叶、人参草、芦荟、角菜 三初学者选什么菜 初学者可选择易于种植的蔬菜或素生菜 例如,青江菜和油麦菜这两种素生菜全年皆可种植 且生长较快速约五、六周即可采收 而苦瓜、葱、姜等适应性强 且本身有股特殊味道 因此昆虫不喜接近 不需用农药、化肥也能生长得很好 四到哪里购买种子种苗 通常在农家、园艺店、花式、菜市场、农艺市场 种子门市部等地方都可以找到需要的种子或苗 国外的种子公司早已注意到家庭种菜的市场 不断培育出各种蔬菜的矮生和迷你品种 已适合在小空间内栽种 我国的市场上这类矮生和迷你品种还很少 相信随着喜欢在家里种菜的人是越来越多 市面上的这类菜种也会越来越多 供我们选择 阳台种菜全攻略二 用什么容器种菜 一容器选择 几乎任何类型的容器都可用来种菜 只要它足够坚固 能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排水通道 除了传统的花盆、花槽等专业容器外 许多生活中的器物经过改装都可利用 如塑料盆、体筒、花香、花槽、木香、铝皮香、镀心铁皮香、塑料盒 盘子、食品罐、甚至浴盆、轮胎、麻袋、烧烤盘等都可加以利用 但无论选用什么容器 都要保证底部有排水孔 盆、筒、香、盘子、篮子、湖等生活器物都可用来种菜 快筋蔬菜如土豆可以在袋子中栽种 葱、韭菜、蒜苗等可在烤盘中栽种 轮胎、麻袋等也是栽种蔬菜的好容器 二排水孔 无论选用何种容器栽种蔬菜 都必须保证底部有排水孔 保证排水通畅 容器的排水十分关键 排水不良 植物根系窒息腐烂 排水过快 又会使植物缺水而枯死 市场上购买的花盆、花草等专业容器 底部都有排水孔 用生活器物改装的容器 就要自己钻几个排水孔 一般可在底部周围均衡地钻几个直径0.5到1公分的排水孔 为避免浇水时泥土流失可进行垫盆及用碎的花盆片 瓦片或窗纱覆盖住排水孔 要求既挡住排水孔 为促进排水 可在垫盆物之上放一些粗沙粒或小石子 保持排水通畅 黄瓜 菜豆等慢生植物时 可以给花盆安各笼子做支撑 三材质 一般而言 桃制和木制容器比塑料容器排水快 需要多浇水 塑料容器不要放在窗边 因为塑料器抿重量氢 亦被缝吹倒 不要用经过高压处理的木制容器 高压处理过程中加入了化学防腐剂 虽然这一方式使得经处理的木材 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 以免遭白影 腐朽及其他有害因素的侵袭 但木材本身也含有了有毒物质 会毒害植物 如果自制木制容器 最好使用抗腐蚀木材 如松木、沙木等 四颜色 容器慎用黑色 因为黑色吸热 有可能损害植物根系 如果选择了黑色容器 最好涂上一层颜色较浅的漆 或者紧把容器遮蔽起来 以免阳光直射 5尺寸 容器的大小很重要 种菜的选择宁大物小 大点的容器不仅有充裕的地方放肥料 而且蓄水量也大 夏季不会很快干涸 西红柿、辣椒、菜豆等需要较大的容器 一般15横线20升左右的容器足够 购买种子种苗的时候最好咨询一下卖主 需要多大容器、如何浇水吃肥等情况 阳台种菜全攻略三 土壤与肥料 一无土栽培 所谓无土栽培就是不用土壤 而是采用基质 包括盐棉、草碳、制食 珍珠盐、树皮、锯末、水等 和营养液栽培植物的技术 无土栽培不仅生长快 产量高、质量好 而且病虫害少、卫生整洁 只需浇灌营养液即可 管理十分方便 二、土壤栽培用培养土 家庭种菜也可采用土壤栽培方式 土壤栽培是相对于无土栽培而言 也有其优点 如对PH等有较强的缓冲性 有很好的保肥保水能力 各种有益菌的活动有利于植物生长等 家庭种菜通常采用有机栽培的培养土 这些培养土在农艺市场都可买得到 可根据蔬菜种类选用专用的培养土 三、家庭种菜用什么肥料 无土栽培蔬菜的施肥最简单 只要浇灌营养液就可以 无土栽培营养液的配置要有 蛋、磷、钾、钙、铭、瘤等大量元素 和铁、蒙、鹏、铣、铜和木等微量元素 营养液的配方有不同植物专用的 也有一些植物通用的 农艺市场上都可买到 可按照标签上的说明 合理配置后进行浇灌 营养液的浇灌是无土栽培的关键 标准营养液浇灌的原则是晴天浇 因与天不浇 生长前其少浇 结果其多浇 营养液可回收 循环食用 一般每隔20天左右 彻底更换一次营养液 土壤栽培可选用传统肥料 也可使用营养液 若用传统肥料 最好选用有机肥 包括植物性肥料和动物粪肥等 尽可能不用化学肥料 因化肥会残留酸根或盐根 盆土会变成酸性或碱性 妨碍植物的生长 农艺市场上有各种专用有机肥料 可根据蔬菜种类选择合适的有机肥 自利用除鱼自制有机堆肥 如果喜欢DIY 还可利用除鱼自制有机堆肥 不但减少垃圾量 充分废物利用 经济又环保 自制有机肥堆肥的方法非常简单 先将栽植容器底层铺上碎瓦片或窗纱等进行垫盆 然后附土约两公分 再将沥干的厨鱼放在容器中 约三公分 再附上一层厚土 约六到九公分 堆肥就做成了 在这个容器中就可进行播种栽种了 5.施肥小窍门 如果蔬菜需要移苗 等到移苗后再浇灌营养液 如果蔬菜采用直接播种的方法 不需移苗 那么先浇自来水 保持土壤湿润 种子发芽 种苗长出后 才能使用营养液 虽然各种植物对水分的要求不同 但基本上每天浇灌一次营养液是比较适当的 如果是叶菜 可以一天浇两次营养液 生长前期少浇营养液 结果其多浇 建议每周至少一次只用自来水彻底滤洗灾值容器 除去容器中累积的未用肥料 具体方法是给容器浇足量的水 底部形成自流排水 这个措施能防止有害物质在培养基质中的积聚 有时候可用添加了微量元素的营养液浇灌蔬菜 可以选择含有铁、铅、铜和蒙的水溶性的肥料 按照标签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阳台种菜全攻略四 播种与移苗 依种子前处理 消毒 种子常常带有细菌 会减少苗其病害 保证菜苗茁壮成长 让自己和家人吃到健康的蔬菜 也避免自己的劳动贩途而废 播种前最好对种子进行简单的消毒处理 一般从市面买回的种子 用温水浸泡法就足够了 将种子放在摄氏60度的热水中浸泡10到15分钟 然后将水温降至摄氏30度 继续浸泡3到4小时 取出晾干就可以了 对于表面不洁 放置时间很长或已被污染的种子 可采用药液浸泡法 一般常用福尔马林100倍益 先用清水浸种3到4小时 然后放入药液中浸泡20分钟 取出用清水冲浸 催芽 种子需视情况而定是否需要催芽 番茄、辣椒、茄子 黄瓜等果菜类蔬菜种子发芽较慢 可进行催芽 催芽前必须浸泡种子 但浸种时间不宜过长 经试验 黄瓜用1到2小时 辣椒、茄子 番茄用3到4小时浸种较合适 包括种子消毒处理时的浸水时间 育苗盘底垫几层纱布 滤纸或吸水的纸巾 用清水浸湿 把浸泡过的种子控去水 放在育苗盘中 置于摄氏28度到30度的环境中 一横线5天 直至种子发芽漏白 即可播种 催芽期间 如种子干燥 可加水到育苗盘中 以保持净润纱布等拖电物 保持种子湿润为宜 播种 直接播种的 直接将种子播种到大小适当的栽质容器中就行了 需要移植的 先选用大小适中的塑料盘 玻璃盘等容器作为育苗盘 容器中放入PH值适中的培养土 在圆艺店或农艺市场就能买得到 将菜种撒播到容器中 然后-0.5到1公分深的土 切记种子太深将不会发芽 适宜的温度 充足的水分和氧气是种子萌发的三要素 要将容器放在较温暖 通风良好的地方 并适当浇水 对于大多数菜种而言 每天浇一次水位适量 播种前最好用50%漂白水或其他消毒液 对播种盘进行消毒 以减少污染种子的几率 二-移栽 央苗到达一定大小 必须及时移到其他容器栽植 如番茄、茄子等 一般有4、5片榛叶时 瓜类不超过2、3片榛叶 甘蓝类、白菜类再4、6片榛叶时移植 移植时注意不要损伤央苗又嫩的根系 可在攫取菜苗前给土壤或基值充分浇水 使根部多带土壤或基值 不仅能减小对根部损伤 而且能减增加吸水力 移栽后成活快 一般叶菜类栽植深度已不使最低的叶片埋没 否则亦引起腐烂 阳台种菜全攻略物 常见病虫害的诊断与防治 蔬菜病虫的诊断方法 可通过各时期害虫的形态特征来鉴别 或通过害虫残疑流物诊断 害虫的残疑流物如卵壳、胸壳、脱皮、虫体残毛及死虫尸体等 以及害虫的排泄物如粪便 密漏物质、丝网、泡沫状物质等 1. 叶片被食、形成缺客 多位咀嚼是口气的灵赤木幼虫和翘赤木害虫所吃 2. 叶片上有线状条纹或灰白、灰黄色斑点 此症状多是由刺吸是口气害虫 如叶银或春象等害虫所害 3. 菜苗被咬断或切断 多位蟋蟀或叶鹅等所谓 4. 分泌密漏发霉病 此类害虫通过产生逆漏状排泄物负于蔬菜表面造成黑色斑点 常以西枝排异性的害虫为主 如各种牙虫 5. 心液缩小病变后 甜椒和辣椒上多出现此类症状 这与满类害虫有关 6. 蔬菜体内被危害 这种害虫一般进入蔬菜的体内 从外部很难看到它们 若发现菜株上或周围有新鲜的害虫粪便 且菜株上有新鲜的虫口 则可判断害虫远在菜体内危害 有时虽然有粪便和虫口 但粪便和虫口已经干涸 则表明害虫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 此类害虫多为鹅类害虫和幼虫 7. 蔬苗上部枯萎死亡 这表明蔬菜根部受到损害 此多为地下害虫所谓 如楼菇、根满、根腺虫等 8. 块状果实被注食和腐烂 如马铃薯、洋葱 蒜等的地下块根在生长和储藏中腐烂或被注食 此类多为鼻虫、根满等居多 如果遇到这些问题 可到花卉市场买对应药物、对症下药 如果不想用农药 可以撒生石灰粉或是辣椒粉 对付叶面害虫 可以撒辣椒粉 可以喷洒辣椒水 还可以使用辣椒喷雾 要快速杀灭大量叶面害虫 可以使用家用灭纹的气物杀虫剂 这个是低毒的 且挥发性强 不会残留在蔬菜上 注意 选用辣椒来对付病虫害 一定要辣度高的辣椒及旗帜